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美国就提前发表了对中国贸易制裁的清单 大家这个事情已经都知道了 昨天呢我们是刚刚说了中国政府先发制人 抢先对美国商品增加关税 中国政府这一招 女婿说啊他是吓唬美国 不如说他是做给中国的老百姓看的 因为这次中国政府抢先增加关税啊 就像是把拳头高高的举起 但又轻轻的放下 这就是做样子给中国老百姓看的嘛 他是让老百姓啊觉得中国政府很牛气 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 我们之所以这么说呢 是因为中国政府对美国的他128项制裁清单 都是水果啊猪肉之类就是贸易数量比较少 贸易金额也比较小的一些商品 他只有一些象征的意义 真正可以对美国啊造成杀伤性比较大的 你像那个大豆啊飞机啊之类 他都不在这个制裁清单之列 中国政府这个强硬的姿态呢 他本意啊他就是忽悠一下国内的这些屁民了 他并不是想针对美国的 可是中国政府他又没有办法把这些心里的话 直接告诉美国人嘛 其实就是中国政府你直接跟美国讲了 美国人也不一定能搞得懂 因为美国历史上啊 从来就没有过这么高深的叫做全数的智慧了 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呢 美国就误解了北京的本意了 他们认为中国政府这次抢先对美国搞一个制裁 这个态度非常的强硬 这个态度就是针对美国来的 美国啊就认为北京是铁着心他要跟美国打贸易战了 那么既然北京已经抢先动手了 那华盛顿呢他也就不能示弱嘛 于是啊就在北京啊抢先制裁美国商品的两天之后 在4月3日美国华盛顿也提前公布了制裁中国商品的这个征税的清单 他多达1300多项呢 这样一来的话呢 北京呢他在面子上他又输了一局嘛 因为北京抢先惩罚美国的你只有128项商品 而美国回应惩罚中国的倒有1300项商品 那显然美国在身质上就占了上风嘛 北京就落下风了 那这对于非常要面子的中国政府来说 那真是感到打脸啊感到很难受啊 本来啊北京以为华盛顿至少他要到4月中旬以后 他才会公布这份制裁的清单 那么北京他在4月1号抢先制裁了美国 他占据了这个先发制人的制高点 那么他就可以维持半个月以上是会比较有面子的 中国政府啊至少在这半个月里啊就感到 就是自己啊是很有面子 让中国的那些老百姓也可以感到 中国政府是压了美国一头 特别是让那些爱国的红粉啊 就感到一个扬眉吐气的那么一个自豪感 可是啊没想到北京的这个面子 只维持了两天 两天之后美国就提前发表了制裁 中国商品的清单 而且制裁的项目啊是北京多了十几倍 这一下子又把北京比得没面子了 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中国政府再没有什么反应 面子上啊实在就挂不住嘛 于是今天4月4日 也就是在美国提前公布对1300多项中国商品 征收惩罚性关税的一天之后 中国政府又发表追加对美国106项商品啊 要增加25%的关税 其中就包括了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最主要商品 大豆飞机 中国政府打出大豆和飞机这张牌啊 可以说中国已经拿出了对抗美国的最后手段了 当然了就像我们昨天说的那样 中国政府的本意 它是想避免中美贸易战的 中国政府的这个强硬态度啊 本来是表演给国内的老百姓看的 它并不是想针对美国的 可是美国人啊 就偏偏不理解中国政府的这一番苦心了 他就误以为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 就是表示中国政府铁着心要跟美国作对了 这样一来呢 美国的态度也就强硬起来了嘛 所以两国的贸易战就终于打响了 中国政府为了给自己打气 在官媒上就大力宣传 美国的制裁对中国不起作用 美国的制裁是一个自杀行为 等等这样的话 比如中国的党报称 中国有底气对美国强力回击 美国的强硬措施无异于自杀 这样的题目啊 就又让中国的网民就笑了嘛 因为你既然那么恨美国 那就让美国去自杀吧 那何必拦他呢 再比如中国的官媒称 失去中国市场 美国三大车企将沦为二流公司 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啊 也只有忽悠中国的老百姓了 美国人肯定是不会当真的 顶多笑笑而已了 再比如中国的官媒称 台湾的中时电子报啊 就发表文章说 大陆对美国加征关税 只是小菜 今后会更硬 中国老百姓看到啊 居然有台湾报纸要力挺北京 这么一个标题 肯定会让人感到很惊讶的 当然这只是一个典型的标题党了 只要你细看文章啊 里面根本看不出台湾媒体啊 力挺大陆的什么内容 这就是典型的用标题党来忽悠人的办法了 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 中国官媒的这种宣传呢 他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了 对此呢 中国大陆的网民 他也用很智慧的方式 发出了所谓的天问 第一条天问是 既然是美国制裁中国是把石头砸自己的脚 难道我们不应该高兴吗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抗议呢 第二条天问是 中国警告美国要赶紧悬崖勒马 美国既然已经到了悬崖边上了 我们为什么不一脚把他们踹下悬崖 反而要他们悬崖勒马呢 第三条天问是 既然美国打贸易战 最终损害的是美国人民的利益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苦口婆心的 规劝他们呢 第四条天问是 中国新闻发言人说 美国要打贸易战 我们就奉陪到底 那么中国为什么非要奉陪美国打贸易战呢 如果我们不奉陪的话 美国敢把我们怎么样呢 中国官方面对中国网民这些天问啊 当然是没有办法回答的 只好是删了贴了事吧 这时候中国政府除了自己给自己打气之外 就更需要国际上的支持嘛 这样就会让中国政府感到更有面子 我们的朋友变天下 的确中国政府在国际上还真的是有朋友的 在关键时刻津巴布韦的老朋友出来说话了 津巴布韦大使说 如果有人攻击中国就是攻击我 我是不会允许的 看来啊 津巴布韦还真是很够意思的中国的铁哥们啊 我们再看这位津巴布韦大使的办公室 就越发感到神奇了 居然啊 他的办公室里面悬挂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大幅画像 比他们本国领袖的画像还要大 现在中国政府的办公室里面还没有悬挂习近平的大幅画像了 津巴布韦反而抢先先挂上习近平的大幅画像了 这只能让人感到惊叹和神奇 这次面对中美贸易战 中国网上的左右两派的极端分子啊 却是出乎意料之外 他们都有一见就是都有一致的看法 就是他们都希望中美贸易战赶快打起来 而且是规模打得越大越好 左派啊 是希望美国在这一次中美贸易战中完蛋 右派是希望中国在这一次中美贸易战中完蛋 所以呢 左右两派 他们双方都把中美贸易战看成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契机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中国政府啊 不仅要控制右派的 就是唱衰中国的言论 他也要控制那些左派力挺中国的言论 因为他把中国捧得太高 他也没有办法收场嘛 据说啊 提出那个中国综合国力已经超过美国的著名的左派学者 就是清华大学院士胡安刚 现在已经遭到了限制言论的待遇了 当年啊 胡安刚他就是因为提出这个中国综合国力超过美国 这么一个惊人的研究成果啊 他就在今年的一月份就荣获了院士这个中国学者最高级别的待遇了 但是呢 胡安刚他刚刚上任院士才三个月 他就变成了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人 他就遭到一个冷藏的处理 但不管怎么说吧 胡安刚他用一个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美国这么一个惊人的研究成果换来一个院士 这个还是很值得嘛 有人提出啊 美国他也并不是第一次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了 过去啊 美国因为中国的人权问题曾经多次发起过对中国的经济制裁 但最后啊 都是不了了之了 对此美国川普总统今天也发表推特说 我们没有和中国打贸易战 这场战争多年前就被当时代表美国的那些愚蠢无能的人打输了 现在我们一年有5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另有3000亿美元支持产权被窃 我们不能让这一切继续 这也就是说啊 川普总统他也承认过去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战 美国是输了 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是不了了之了 因此就有人根据过去的这个经验就得出结论说 这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 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啊 他也将和过去一样 他是不了了之的 美国还是要再次输的 所以这些人啊 就根据过去的经验就得出结论说 这次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也是会跟过去的一样 也是不了了之的 那么这种经验主义的观点呢 其实是跟不起推敲的嘛 因为历史是不可能简单的重复的 过去美国因为天安门事件的人权问题 对中国是进行过经济制裁的 但过去美国的经济制裁之所以不了了之 是因为啊 中国用这个金钱利益这些物质的东西来诱惑和对付西方国家 如果你要到中国来赚钱的话 那么你就不能制裁中国 那么否则啊 你就失去了在中国赚钱的机会 因为在那个时候啊 中国真是可以说是资本家赚钱的一个天堂 西方的资本家都想到中国来赚大钱 大赚一笔 所以呢 他们就在金钱的面前低头了 就不得不放下身段到中国来赚钱 现在呢 美国的你像苹果公司这样的大企业啊 他为了到中国来赚钱啊 也不得不屈服中国政府的压力 这个呢 也是资本家的本性吧 但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美国啊 本来以为中国有十几亿人的那个巨大市场 只要中国对外开放打开门户 他们就可以到中国来赚大钱的 于是就在这一种赚大钱的期待下 美国政府啊 就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可以说是增一只眼 逼一只眼 他们以为啊 这样就可以换取美国在中国赚大钱的机会 可是美国没有想到他们是被中国给忽悠了 中国政府他说要对外开放门户开放 但一直都没有兑现 而且呢 以后似乎也是不准备是要兑现这件事 相反呢 美国是因为门户开放 他反而成了中国到美国来赚大钱了 可以说现在就造成了美国吃大亏 中国赚大钱的这么一个情况 在目前这么一个情况下 美国的资本家他也就醒悟过来了嘛 就是他们到中国赚大钱的希望已经彻底的破灭 所以他们现在就要干一件相反的事情 就是阻止中国到美国来赚大钱 过去美国的一些政治家曾经认为美国可以让中国来赚一些钱 那么虽然美国在经济上亏损一些 但是呢 可以获得政治上的价值 美国曾经认为中国人一旦富裕起来 就会实现民主化 就会成为美国的朋友 这个呢就是美国让中国赚一些钱的政治价值 可是呢 现在中国的现实啊 却是相反 中国人的确是富裕起来了 但是呢 习近平修改宪法成为终身领导人之后 就是更加分明 中国他是要走独裁的道路 他跟民主的距离是更加遥远了嘛 这样一来呢 美国啊 就是想对中国出上一些经济利益 让中国人赚一些钱 帮助中国走向民主化的这个政治价值呢 也就彻底的破灭了 还有呢 就是美国曾经对中国有一种期待 就是希望中国啊 在北朝鲜核武器问题上可以发挥作用 就是压北朝鲜放弃核武器 如果北京能够压金正恩放弃核武器 那么美国让北京赚一些钱 也有他的外交价值了 可是现在呢 金正恩到北京来友好访问 中国和北朝鲜又表现出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在北朝鲜问题上 你就更加不可能指望中国来帮忙了 于是呢 美国让中国赚钱的这个外交价值也彻底破灭了 我们小结一下 过去美国政府之所以容忍对中国的巨额贸易赤字 他们有三大期待 就是期待美国用这个贸易赤字来换来三大价值 这就是经济价值 政治价值和外交价值 所谓经济价值啊 就是美国让出一些这个对中国的贸易赤字 来换取中国全面对外开放 就是开放中国的14亿人的市场 这样呢美国今后啊就可以从中国赚到更多的钱 可是现在呢 美国对中国的这个经济价值的期待可以说是彻底破灭了 政治价值呢 就是美国就是通过来让给中国一些贸易赤字 来换取中国的民主化 那么现在美国的对这个政治价值的期待 也可以说是彻底破灭了 外交价值呢 就是美国通过用让给中国一些这个贸易赤字 来换取中国帮助解决北朝鲜的核武器问题 现在美国对外交价值的期待也是彻底破灭了 也可以说美国对上述的那个三大价值啊 都是彻底破灭了 总而言之啊 就是过去美国啊 曾经是期待中国会变成美国的朋友 所以呢 过去啊 一直称中美关系是战略伙伴关系 现在呢 美国就是对中国变成朋友这个期待是彻底的失望 既然中国不可能变成美国的朋友 那么就只能是美国的竞争者了 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啊 是完全变了 过去中美贸易战 美国啊 他的战略定位也是自己跟自己的这个战略伙伴的一些贸易摩擦而已 但是这一次的中美贸易战 美国的战略定位就变了 美国的战略定位啊 就变成这是跟自己的战略对手的一个贸易竞争 可以说吧 中美两国的关系 他已经从开始的蜜月关系 发展到友好关系 再发展到伙伴关系 现在就是发展到了对手关系 那么将来 中美两国的关系会不会发展到敌我关系呢 这个也是很难说的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另据中国报道 中国海军将于4月5日至11日 在南海举行大规模海上军事演习 南海部分海域啊 被划入临时军事禁航区 禁止其他船只的驶入 这次演习 中国出动了航母辽宁航母 等40多艘战舰啊 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海上军事演习了 也有人传出消息说 到时候啊 习近平他会亲自登上航空母舰 举行一个海上大阅兵 不过呢 习近平会不会真的搞一个海上大阅兵呢 现在只是传闻了 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美国海军的罗斯福号核动力航空母舰也驶入了南海 这样一来呢 就连中国的官媒也担心起来 就是美国的航空母舰会不会强行闯入中国宣布的那个临时军事禁航区 会不会搅局中国这一次搞的海军大演习 当然了 即便是美国的航空母舰闯入中国的临时军事禁航区啊 也肯定不会发生两无的军事冲突 这一点大家是肯定心里是有底的 但是呢 如果真的美国海军这么做的话 就会让中国感到很没有面子 因为这一次中国政府精心策划的一次 本来想发扬国威的一个大军演就变成一个大丢面子了嘛 明天也就是4月5日 中国的南海大军演啊 他就要开始了 这个时候美国的航空母舰会不会对中国的大军演来一个搅局呢 这又成为人们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新闻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